娱乐低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眼 一副脚好的面容呢 让她在事业上事半功倍 她随心洒脱 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1967年江山出生在江苏正江 是名不折不扣的南方江女子 虽然没有大火 还是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1994年过把影的开播呢 让人们记住了江山饰演的杜梅 让这个自我任性小女人 送到了观众的面前 从此她的事业开始一路顺畅 迅速走红 虽然出生在一个不错的家庭里 由于父亲是军人的缘故 上级的调励呢 使得一家人不得不经常辗转各地 江山就跟着父母 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也让她从小就养成了 自有洒脱的性格 可能是遗传了话剧演员母亲的精英 每次在小区碰到左邻右舍的邻居 都会忍不住夸赞江山好看 到学校上学之后 更是让更多人看到的她 班上很多男生开始追求她 被大家能公认为班花 母亲作为一个过来人 给了江山很多建议 包括带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也是母亲推荐的 母亲从小就培养江山的演员素养 希望她能像自己一样成为名演员 在你母亲的细心教导下 江山的表演天赋逐渐开始展现出来 因为家中父母都是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 深受家庭影响的她 也在1978年顺利地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跟河滨胡军和陈小义成为了同班同学 就连多年以后 江山再谈到他们这个班都十分感到自豪 并不是因为这个班出了多少明星 而是毕业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转行 可见当时的他们是有多喜爱表演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江山呢曾经还有过退学的念头 在学习过程中 因为需要不断地创作出优秀的剧本 还要上台表演 这对于他来说压力十分的大 还是因为同学不断地劝说 他才留了下来 毕业后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很多电视剧 例如《我爱我家》文化圈等 江山从小呢就自有洒脱的个性 很难被老师控制 每当同学们在研究老师布置的表演作业 该怎么完成的时候 他早不知道跑到哪去玩了 老师肯定会单独找他谈话 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江山却对老师说 我不学表演了 我要重新复习考外国语学院 当时的表演老师气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江山也成为了让老师头疼的学生 江山的语气听起来是这么的轻松 无所谓 回家后给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 父母肯定是坚决反对 但是反对也对改变结果 没什么用 江山不顾任何人的劝说 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习计划 可是计划刚进行一点就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相中 后续就参演了话剧《北京人》 爱字尔不愿被限制江山毕业后不享受单位的限制 没有进那些正规的单位 不会唱歌的演员不是好演员 江山的各方面条件真是高配 良好的嗓音上天都好像给他当演员的命 毕业后放弃了演员的身份 在同班同学都在演艺界 渐渐的发展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 江山开始发唱片 一首梦里水箱江山的名气逐渐的起来 据说当年有家新加坡的音乐公司 慕名而来想要签下江山 可是被江山回绝了 江山拒绝的理由竟然是 嫌弃公司给取的一名太难听 可能是想通了 也有可能是觉得唱歌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开始重拾自己的演员身份 唱歌演戏一见不差 同时进行着 转回演员的第一部戏 就是和王志文合作的《过靶影》 第一部就让江山一炮而火 但是让江山的迅速跻身一线女明星的位置 大批的剧本被江山握在手里 他本应该乘胜追击 让自己趁热打铁去磨练演技 可是他偏偏将这些剧本丢在一旁 又再次回到歌坛发表音乐专辑 重回歌坛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江山并没有放弃演戏 后续每年都会有一部戏播出在电视上 影视音乐双开花 曾拿过很多音乐界的大奖 事业成功也顺带着爱情 也逐渐有了火花 在拍过靶影的时候 与王志文相识 将剧中的感情延续到了戏外 两人当时还是大家热捧的一幕情侣 但是两人的感情没有持续多久 据说是因为许秦的出现 江山的性格很洒脱 得知两人的感情出了问题 果断选择结束这段感情 转身就走 绝不拖沓 江山的干净利落 大方体面的结束这段恋情 后面的这段来恋情 更是让我们见识到了 江山特里独行有主见的一面 江山为电视剧过把影一举成名 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 高曙光在那时 早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知名的硬汉帅哥 1997年 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 我想有个家乡时 在拍摄过程中 二人经常会在一起对戏 讨论一些人物的心理 就这么一来二往 二人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于是就在剧主 所有人的见证下 二人就在一起了 两人的感情可以用快刀斩乱蛮 拍摄结束后 两人迅速组成了家庭 结婚后二人时常黏在一起 一方有拍摄任务池 另一方就在旁边看着 这样的状态一直坚持到 他们的女儿出生 高曙光还给孩子取名为异星 意思是把链词分开 作为两人的见证 每当出现在任何场合 江山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 心中的喜悦易于言表 但是这样的感情最终还是难逃 青年之痒 二人因为常年拍戏 很容易忽略对方的感受 再加上两人的感情观本来就不同 对待婚姻为期待时不一样 最终导致婚姻走向了终点 2013年两人低调离婚 女儿跟随着江山生活 对于这段感情 江山曾经说过 我其实很叛逆 性格也是比较倔的那种 老高是那种典型的北方男人 粗矿不拘小节 在他的观念里 妻子一定是那种很贪实 老老实实过日子的那种 两人的爱情观不同 一个追求稳定的生活 另一个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样的差距注定了二人不会长远 2005年高曙光在回忆起这段感情时 也很坦然的表示 这段婚姻并没有伤害到我 反而给我留下来了很美好的回忆 离婚后的二人从夫妻回归到了朋友 关系还是一无既往的好 两人还会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游玩 后来为了孩子着想 江山想要送孩子去美国学习 但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只有高曙光支持他的想法 并且还承担了孩子的学费 直到2006年与一起合作的 《悲情母子》的静东传出了绯闻 在剧中两人饰演的虽是母子 剧外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两人相差9岁 静东当时还是个不吃名的演员 这段感情却被女儿无情地制止 不想妈妈把对自己的关爱分给别人 江山为了女儿就没有将这段感情继续下去 去年年底江山的恋情似乎有了新进展 有媒体拍到她和一个年轻男子 一同逛书店 大家仔细观看 照片中的那个人呢 竟然是张伯 张伯虽然不是什么当红演员 但是也有不少的影视作品 据了解两人江差15岁 张伯曾出演过《三国》中顺权以绝 被大家所认识 张伯曾是玛依丽的前男友 据说当时张伯和玛依丽在一起时 文章不惜与女友分手横刀夺爱 将玛依丽抢了过去原本兄弟相称的两人 因此就此决裂 媒体拍到张伯和江山在一同逛超市 据听说这次的江山的恋情没有遭到女儿的反对 可能女儿长大了 知道母亲需要找一个陪伴和依靠的人 当媒体问到江山感情问题时 她表示不排斥姐弟恋 江山虽然和张伯相差的年龄较大 但是江山保养的很好 两人没有实际年龄差距感 不论事情事情是不是真的 两人如果是真的相爱 那就希望两人能够幸福的走到最后 祝他们幸福 好了今天娱乐电影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明天见